那我的条件是 一 我要萍萍的抚养权 二 萍萍 她是东远集团 未来的继承人 我不可能让她流落在外 她必须信念 你突然间跳出来 让她的抚养权 你不要拿萍萍 威胁我 我本来就没有笑声 你以为萍萍是抚养权的吗 我没有想你的钱 我 我是这个 孩子孙平的父亲 我有权说话 这是我师父 谭少华 这是谭 谭靖他爸爸 最后是被奸伤所害 死于非逼 一身的清白 全毁了 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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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白都给毁了 不说话当天 家库师傅 我要找出证据 让这些人给我 让师父偿命好 师父 来点 师父 你放心啊 你就 平平就你这一外公 没有爷爷 他们不配 让他出去 平平不见了 今天来 我是想请你帮一个忙 我想请你 和我 我们一起配合医生 还治疗于谁的病 你有什么条件 就着尽管开口 我都答应你 就他一次 我有个想法 你挺好 待会见到我爸 我先把你们正式地介绍给他 我先把你们正式地介绍给他 把我们两个结婚的事告诉他 告诉他 好吗 对了 你跟你爸说了吗 不用 不用 我来说就行 我先让他保证过 一定要让你幸福 一定要让你开心 不当让你伤心难过 你放心 我一定能捉得到 那就不一样 好 你在哪儿呢 我在病房那儿 你要不要跟平平说话 好 妈妈 冰冰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妈妈这两天因为工作 在外地出差呢 你要好好地乖乖地等我回去啊 我想妈妈了 我也想你 冰冰 妈妈不在你身边 你要听聂医生跟林子怡的话 好好吃药 好好吃饭 不许挑食啊 我会乖乖听话的 好 妈妈 你要快点回来 好 妈妈工作嘛 总要 总要工作完了再回去 嗯 好 妈妈再见 那你把电话给念医生吧 嗯 喂 喂 我跟你说啊 萍萍她对花生过敏 花生酱 还有花生成分的任何饼干和面包 零食都不要给她吃 还有就是 她半夜容易出汗 你要是睡觉摸她后背潮了 床底要衣服 我都给她戴了 你就给她换一套 好 知道 然后 床头挂了一个绿色小狗的毛巾 你就给她搁刀挂着 别给她拿掉 她喜欢那个小狗 可以 放心 我会陪着萍萍 你就踏踏实实地 什么也别想 相信我 很快就会过去的 好 好 怪了吧 好 谢谢你 你想回家也行 我开车送你 不用 我不累 二十九号病团家属 请来护士站 让我在家里陪陪你们吗 真的不用 你也忙了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 我以前是没有能力保护好你 你能不能 给我个机会 让我好好照顾你和萍萍 二十九号病床家属 请来护士站 我要进去了 你怎么会都有 瓶瓶没事了 周术很成功 从这儿到医院 十八个小时你休息 谁不知道呢 我们就 说说这两天发生的事 您不觉得奇怪吗 都太巧合了吧 一捋一捋 这两天都发生什么事 莫名其妙地 就被关了那么久了 凭凭还要动手术 我也不能去看他 然后有律师来找我 让我签一个 签一个东西 签什么了 手术同意说 不是 第一监护人的让渡协议 不过是暂时的 暂不暂时没有任何的区别 他们要的不是第一抚养权 而是抚养事实 现在好了 你家付了手术费 只有拿到了手术同意书 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你只有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这就证明你很信任年余生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接下来 他们要极力地去证明你 没有能力去抚养 明白吗 我是他妈妈 我为什么没有抚养他的能力 这个不是您说了算 天渐渐暗下来 闪电滑坡长空 雷雨降至 年轻人忙着上空空的村落跑去 村里一片寂静 怪兽们凄惨的吼叫声 关穿黑夜 沾上了人们的耳朵 你在看几个吗 你也换了熊红身了 一样 那个 刚才是这个 到今儿了 想看 吼 我 就 到那儿了 地